總理、李章出來說說 要調控宏觀資源、價格後 整體上來看,開始偏遠了一點 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選擇周期股 我寧願選擇什麼 調整下來,後退回學問股 另外就是中資金融股 如中銀香港、內銀股 因為整體第一季內銀的增長 其實它開始增長 有一個升高資材 我覺得去到第二季 或者今年的三、四季 其實都應該慢慢改善 大的趨勢是沒有變的 當然你入面真的要Pick 看看你Pick哪一隻 但你選擇也是選擇那兩隻 你選擇招行或者交行 如果你選擇內銀股 你選擇充多好 會否有機會增長快一點 如果你求穩陣 有一點利息的話 你便偷回內銀股 但要特別留意什麼 在這些版法來說 今次特別是說 到底這些初期性股 抽完一輪之後 到底是否有錢 會流入新經濟股 今天就是要看看 會否有這樣的情況 可以慢慢控制出來 能否成功呢 那就要看 最重要就是憧憬 以及接下來 騰訊公佈的業績 到底行不行 但我們看回網易 手遊業務的增長 其實網易如果有一個 不錯的增長的話 其實騰訊應該都有一定的 憧憬在這裡 假設如果騰訊公佈完 那個季節出來 真是不錯 撕到市場預期 甚至乎好過市場預期的話 估計其實這個科技股 是有機會繼續去 進行一個反彈 通常說 對 按摩